我告诉你,我的看法很简单 郭台铭想选总统 想要观点,来评观点 欢迎收看伟汉观点 各位网友,大家晚安 今天要跟大家讲两个故事 我把它并成一个故事 叫做五湘侯与金丝雀 三国演义有一个桥段 叫做五湘侯骂死王朗 司徒王朗被五湘侯给骂死了 那为什么伟汉突然讲这个故事呢 不着急 大家都看到了 郭台铭这几天 频频放大诀 既讲这个 是蔡总统恩准才能买BNT 如果早两个月进来的话 可以烧死很多人 对不对 所以让大家想到 过去政府又在挡疫苗 等等,郭董 你这个不是已经过了一年半 为什么现在拿出来讲 重新练这个话题有意思吗 才刚话讲完 他希望买次次带疫苗 又被宣伟员打脸之后 生气了 郭董在他的脸书贴上了 庙堂之上朽木为官 电壁之间 禽兽实禄 谁是禽兽 这就是这个官啊 官啊 好,先来看这个经典桥段 三国演义 五湘侯骂死亡朗 庙堂之上朽木为官 电壁之间禽兽实禄 一只狼心狗行之辈 汹汹当潮 奴言逼夕之土 纷纷秉正 一致是社稷变为秋剧 苍生饱受涂炭之苦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浩颜无耻之恩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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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氏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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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碧 王朗摔下马 直接喷血而亡 所以这个朱克孔明不是真神人也 他真妖人也 这段故事流传已久 但是观众没有 这是三国演义 它并不是证实 到底有没有这一段这个朱克孔明 你骂死王朗 我们先在今天不考究 但是它是一个桥段 可是呢 郭台铭要拿出来用了 庙堂之上 朱木为官 殿壁之间 禽兽实录 他就是在批评这些当官的 耳奉耳露 明指明膏 你们在干嘛 有帮民众来设想吗 那谁是王朗 谁是他骂的对象 如果说郭台铭自比是 六出奇山的朱克孔明的话呢 王朗呢 很可能就是 薛瑞元 来看薛瑞元的这段谈话 这个是郭总讲的吗 听起来好像是D&T的那个推销 我打四季的那个高端 我可不可以请高端再重启生产线 然后来制造让我打第五季 薛瑞元很奇怪 这种时候还出来 跟这个郭台铭在那边吵嘴 没有意思 你就是哪里有火 你往哪里跳 民进党就最讨厌高端 这次连城市都输残残的 你还在讲这个 所以很简单 我现在先讲结论 等一下讲第二次 薛瑞元应该我们再看他没多久了 一月中的内阁改组 不管薛瑞昌换不换 薛瑞元我看是留不住了 为什么 他就是王朗啊 他就是那些朽木为官 跟禽兽实录的那些人啊 就是郭台铭讲的 那观众朋友 郭台铭讲这个话 因为他的缘起叫做 五香猴骂死王朗 谁是五香猴 就是诸葛孔明 诸葛孔明是什么呢 就是老祭福利 志在千里 六出其三 为国为民啊 我怎么看都觉得郭台铭 他是在试水温 他想选总统了啦 好不好 我们软软的讲白一点 别人在那边猜什么 会不会 我告诉你 我的看法很简单 郭台铭想选总统 什么叫想 就是他有意思要选 理由很简单 两个 这个我也不是说 自己用幻想而已 我也去了解了一下 第一个 他认为国民党 在2024需要执政 国民党哦 所以不是他自己单独 五党参选 他要 他就是回国民党 那看国民党要不要提名他嘛 第二个 他民调看起来是蛮高的 他跟猴有余都不错 所以今天找五香猴的猴 是猴有余的猴吗 嘿嘿 那之后再来看 还有猴有余的戏份 可能要等半年 前半场由郭台铭 跟朱立伦接力上场 现在第一个跑出来的 就是郭台铭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还有第二个理由 刚刚讲两个嘛 一个就是他愿意承担 他希望这个 帮国民党 现在看起来民调很高 猴有余也高 可是猴有余要是不选呢 那显然郭台铭最近 收到了一些讯息 认为猴有余不选 他可能说的讯息是错的 因为我觉得猴有余会选 好不好 OK 所以他觉得猴有余既然不选 那我要承担 不然怎么办 助力名量不高 所以第一个叫责任感 第二个呢 就是安全感 因为他非常担心 赖清德要是当总统的话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两岸会打仗 所以中华民国派的这个 郭台铭 曾经跟他的友人说过 蔡总统当总统 我还不担心 赖清德的话呢 我很担心两岸会打仗 因为大陆当他是台独嘛 所以呢 不行 一定要由我中华民国派的郭台铭 出来为中华民国粉身碎骨 这就是理由了 所以刚刚讲的这些 郭台铭他之所以会举这个例子来讲 很清楚了 他就是要借诸葛亮表明心智 他有这个意思 那现在讲完这个话之后呢 光是他的这个po文 我看都已经超过6万个人按赞 声量很高 那下一次在做民调的时候 各位武汉观点 我忘了要注意了 他很有可能民调就会超过 好友谊 所以接下来就会有 怎么把郭台铭 赢回国民党去 成为征召他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也好 成为国民党2024候选的问题了 接下来半年就这个话题 好 那这个在此同时呢 民进党也有一个总统候选人 就是赖清德 好 那赖清德他 跑到了这个新北市议会去 从基层做起 为什么是新北市很简单 跟我现在要跟大家看的影片有关 好 我们今天除了讲这个三国研议之外呢 也要教英文 叫做矿坑中的金丝雀 Canary in the coal min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矿坑里面的金丝雀 它对于毒性的气体是非常敏感的 如果矿工带了金丝雀到矿坑当中 金丝雀呢 他很开心的唱歌在那边叫 叫叫以后 金丝雀不叫了 那会怎么样呢 表示说矿坑当中已经弥漫了毒气了 这个时候呢 矿工要赶快往外跑 所以他就是一种警告 那赖清德就把这个拿来当成这一次败选的检讨 来看赖清德的谈话 矿坑中的金丝雀 民主民主 人民做主 人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无论他考虑的是什么样的角度 既然做出这种的观点 我们应该要习惯才习惯 是不是 论文 抄袭的事情 属性 这些是民主党的东东 在这里有欧金、欧金的属性 甚至 日本路 国家的这些是北京的问题 那是他刚才 我们所说的 不够穿着基杉 不够听到人民的声音 Canary in the cold mile 矿坑中的金丝雀 各位观众朋友你们知道 赖清德的爸爸就是矿工吗 他从小在万里出生 他是矿工之子 他才出生没有几个月 他在家中排行老五 他爸爸就因为 矿工 矿工的里面的灾变 起了大火以后被烧死了 所以当赖清德把这个故事 拿出来讲的时候 代表他已经豁出去了 他不怕检讨到蔡总统 你看他讲的三点是什么 第一个论文 为什么要硬挺凌之间呢 第二个黑道 我们民进党为什么让大家觉得 我们跟黑道走那么近呢 第三个 不够听取基层的声音 谁是搞了两年没有开记者会 不跟民众接触的 你看赖清德至少还要从基层做起 会不会得罪到蔡英文 我想多少会 可是他没有在管呢 他连自己从小家里面的灾变 也就是爸爸是在矿坑当中 因为就起大火了 就是因为没有金丝雀呀 金丝雀死了以后 我们都不管他 没有看到那个情绪 所以他在告诉大家什么 民进党里面 我刚刚讲了嘛 前面那一段讲的是这个 效法诸葛孔明的 郭台铭快要出来的 这一段告诉你什么 谁是民进党金丝雀 不就王世坚 高家瑜 何志伟这些人吗 高家瑜大家在想说 内湖南港区 我们要挑战他 没了啦 现在高家瑜跟王世坚 立刻他们都胜光加深 因为总统候选赖庆德 赖庆德跳出来 高家瑜稳了啦 王世坚我都不知道 后面去选立委 然后何志伟 原本要挑战他 没有了 这一些金丝雀 金丝雀那边叫 对不对 在那边叫什么叫 孙昌苑院长 拿出他的撞球棍来 这一些对民进党里面 讲出一些基本教育派 不喜欢听的这些人 他们现在稳了 因为赖庆德就告诉你 金丝雀在那边叫 你不要嫌他烦 他不叫的时候就是危险的 如果你没有读取到他的讯号的话 那接下来就要遭逢巨变了 那民进党很简单 现在目前定义预称就是赖庆德 赖庆德举这个例子告诉大家 三大的检讨 论文黑道跟不够听取基层 那他既然要检讨 他就告诉大家 我们应该要听取金丝雀给你的讯息 金丝雀就是党内的检讨的声音 就是这一次民进党 九黑一大选大败的这个警讯 那如果真的可以恢复收拾的话 民进党其实收拾在里面有别人 你看于天都讲了 没有别人的 郑文灿于于天 一个一个陈明文 都已经是定于一尊了 所以我们危险观点跟你讲了 早就告诉你 不会有别人 不要再猜了 会不会陈建仁挑战他 不会了 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就是赖庆德 但是到回来讲 上礼拜跟大家讲危险观点 我们哪还不知道 而且郭台铭看起来 他的战意越来越浓 他已经拿诸葛口名五香猴出来了 所以当五香猴要骂死亡朗的同时 他是要告诉你 我必须要讨伐曹操 我要恢复汉市 郭台铭有责任感 所以郭台铭参选的几率 在往上冲 然后赖庆德 他在凝聚民进党 里面的各个派系 也都定于一尊 这种状况之下 国民党要快一点决定 谁是2024的候选人 眼见至少就三位 朱立伦侯友仪跟郭台铭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瞧得好的话 很难讲 2024到底谁会赢 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 五香猴霸死亡朗 跟矿坑中的金丝雀 凑在一起讲 叫做五香猴与金丝雀 请大家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我们下礼拜再见 拜拜